四五六年级华文书写考卷 大致上分成甲主、乙主和丙主 甲主占十分,乙主占十五分 而丙主是占最多分数二十五分 而华文书写考卷的作答时间是一小时十五分钟 先讲甲主 甲主的提醒是公料作文 什么是公料作文呢 公料作文就是考卷会提供一段资料 然后你要根据资料和题目的要求 书写一段文章 记得甲主只写一段文章 甲主又大致上可分成非格式化和格式化 什么是非格式化呢 非格式化就是指他没有指定的格式的 就是只要根据他所提供的资料写成一段文章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是格式化的题目 例如编条 日记 电邮 贺卡 等等都有指定的格式 你必须要根据格式 然后还有他的资料写出一段文章来 最常见的是编条日记和电邮 遗嘱 遗嘱是看图作文 考卷会提供图片给你 然后要你根据图片和题目的要求写出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大概三到四段 遗嘱大概可分成两种题目类型 一种是选择与理由 另外一种是解决问题 丙嘱 丙嘱是命题作文 什么是命题作文呢 就是考卷上会有两刀指定的题目 然后你要从这两个题目里面选择其中一题来作答